大家好,我是Den 可以的日子 之后公司帮忙选了一个不错的日子后 就结婚了 真的是像007剧情一样 从进入入口开始就非常小心 也向工作人员签了保密协议 太太接着表示 因为不能给他们带来伤害 真的是跟007战略一样的准备了 现在想想有点遗憾 曾宾接着表示 是啊,如果当时能默默的完成就好了 在这个内容公开后 真的是引起了韩国网友们的热议 不是粉丝的我都记得结婚日期 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什么还007剧情 嗯? 他们不是因为想在第一次见面的日子 结婚所以选了那个日子吗 为什么说成是他们放弃了很多 好像是看了很多周围人的眼色呢 不是粉丝的我也记得 从准备结婚到结婚都是在新闻上看到的 配合大队的形成 我记得不是因为结婚日期而被骂了吗 配合大队形成结婚 在说什么 日本续婚演唱会途中结婚了不是吗 真的是配合大队日称的话 应该是在演唱会结束后再结婚吧 当时所有人都骂你太自私 现在居然还这么堂堂正正的在说 去你的秘密 从婚纱开始 应该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了 18这两个人到底什么时候 才不会消费许波约尼尔呢 从发表结婚到婚礼当日 粉丝团的气氛真的是永远忘不了 现在居然当成是他们的回忆在说 真的是可而止了 也不是一两次 不是粉丝的我都觉得很过分 Kibon怕给许波约尔遭到困扰都那么小心 他怎么能这样呢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 Kibon出演KibonYouTube频道的影片 就连Kibon做客 Kibon也没有在标题或者是缩图上提到许波约尼尔 自己也说过 绝对不会想利用Super Junior来赚流量 而Kibon也在影片里说过 Kibon怕出演节目或是接受采访的时候 会被问到关于Super Junior的事情 所以就拒绝了很多节目跟采访 事实上 从2009年开始停止Super Junior活动的Kibon 这10年来 一次都没有提到过Super Junior 所以目前为止 Kibon还是收到韩国粉丝们的支持 因为层民跟Kibon都是在最近上传的影片 所以更是让韩国网友们做出了对比 对于今天的这个消息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了 关于Super Junior粉丝们 为什么对层民这么生气 明天会上传总整理的影片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准备要结婚的时候 第一次与双方父母见面的事情 反正就是在相见里的时候 一次通过的长相 是B门钢的长相 请大家不要误会 在这里说的吃B门钢 是只有着颓废美 也就是坏坏美的男的女的女 因为一般的父母会比较担心这种类型的男生 大家也来想一想 自己是喜欢一次通过的长相呢 还是喜欢吃B门钢的长相呢 请大家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